我还能跟媳妇过去 那大夫说没问题 一样 为啥要做一样 我说那不影响 现在活行 做了呗 挺好的 继续老汉人老心不老 到了这把年纪 竟还想着和妻子在床上缠绵 然而儿子接下来的一个举动 不仅让老汉失去了开箱能力 还让他从老汉变成了老娘 你这不哭了我了吗 我这懒玩意又没应 你手术懒玩意大喊 我就哭了 我说我的小媳妇真人情 那么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画面中的便是火力正望的郭大爷 别看他今年已经73 但前不久他却领取了一名 比他小30岁的小娇妻 随着小娇妻加入这个大家庭 郭大爷认为自己原本的老年生活 一下子就回到了年轻巅峰时期 可正当他打算回味一下洞宝花祖叶时 却发现他已经有心无力 在郭大爷看来这不是长久之计 毕竟小娇妻还非常年轻 如果他一直都智能不起来的话 那么小娇妻一定会对他百般嫌弃 为了不让这道岁的鸭肉跑飞 郭大爷便决定来到医院 让医生给自己出谋划策 然而医生检查一番后 却告诉郭大爷 有一个好消息和坏消息 你想要先听哪一个 郭大爷文言心惊弱跳 让医生别卖官司 赶紧说来听听 原来医生所说的坏消息 是查出郭大爷患上了前例腺癌 但好消息是 能够通过手术切除 郭大爷文言输了一口气 表示让医生赶紧手术 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回家 和小消息在热炕头轻轻火火了 但一想到这里 郭大爷又紧张了起来 便毫不避讳地问询医生 手术之后会不会影响夫妻生活 我还能跟媳妇过去吗 那大夫说没问题 一样 那啥变成一样 我说那不影响 现在活儿行 多了呗 挺好 就这样 郭大爷被推进了手术室 即便被打了麻药 郭大爷还是开心地笑出声来 因为他认为在这场手术过后 他就能从一名老汉变成男子汉 就能每天和小娇妻缠缠缠缠 让小娇妻仰慕他身为男人的雄风 然而当手术完成后 郭大爷就笑不出来了 只见他的世界都变成了灰色 因为他那辆心爱的炮车 经过这场手术过后 只剩下了一杆炮 车下的那辆子轮胎却不翼而飞了 对此郭大爷气气败坏 直接找到怨方李恶 要是怨方的行为 不仅摧残了他的身体 还摧毁了他的男人梦 原本没做手术前 他还可以和小娇妻凑合一下 但如今连凑合都不能凑合了 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他要求怨方 怎么把炮车给拆除的 就怎么给重新安装上去 否则他就跳楼自杀 这么精彩的视频 要跟对象一起看 发愁找不到对象的上墨墨 让你感受前所未有的体验 三秒快速匹备小姐姐聊天 不但没你姐姐消息回都快 而且还能分享自己的日常 拖单简直一如反掌 快来体验吧 正当郭大爷想要跳楼时 怨方却急忙来下了他 表示这一切 都是郭大爷的儿子所为 与怨方无关 那怨方说这个 当时子女 没签字了 啊 以前是程序 原来当初在给郭大爷手术前 他们曾让郭大爷儿子 有两个手术同意书 儿子看完也是毫不犹豫 就在同意书上签了字 因为在儿子看来 父亲都一把年纪了 留着那两个炮车轮胎 也没啥卵用 所以就同意切除了 郭大爷闻言心如死灰 早知道儿子如今会这样做 他当初就应该把儿子 扶在墙上 但是已至此 郭大爷甚至无力回天 直到这天他发现自己尿尿 都需要蹲着尿时 郭大爷彻底蹲溃 而且从郭大爷说话的声音来看 似乎也变娘了许多 忍无可忍的郭大爷 一气下将医院告上法庭 理由是 医院当初应当经过本人同意 而不是让儿子来替他签字 所以他认为 医院存在失职行为 才让他落到 如今这番男部男女部女的地步 而经过法院审理后 探处郭大爷胜诉 医院败诉 最终医院 赔付了郭大爷7万2000元后 此事这才得以解决 那么对此 你们有何看法呢 我们下期再见